闪闪,我回来了 你看看,你这出这场车祸也有三年了吧 这三年,你就这样躺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 这动也动不了 来,我给你按按摩 如果长时间不动的话,这肌肉肯定该萎缩了 对了,这我准备给你请一个按摩师 每周让他过来给你按摩一次 这样你的肌肉也可以放松放松 闪闪,我现在的工作挺轻松的 而且事业上什么事情都比较顺利 你就放心吧,别为我担心 这一切都挺好的 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能醒过来 能陪我说说话 闪闪,你看,我这每天在你身边 一直叨叨叨叨叨,说的没完 你是不是烦了呀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 我这样得去做饭去了 好好休息吧,我不打扰你了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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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么长时间了 我也没有给你换衣服 这身上肯定该有味道了吧 今天呀 我把床单备照还有衣服呀 全都给你换啊 唉 那个,闪闪 你呀,先在这休息一会儿 我出去呀 给你准备准备衣服 这不对呀 这闪闪的鞋子 还有床上的备单 怎么会那么乱呀 这我每天都会给它整理好的呀 难道 它能动了 哎呀,这不可能呀 这都那么长时间了 这段时间 它也没有要动的迹象呀 不过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不行 这样的话 明天我得好好观察观察 瞎一瞎 我这呀,要去上班了 再不走的话呀 就要迟到了 这等我忙完呀 我就回来陪你聊天 陪你说话好不好 好 好的个李珊珊呀 没想到 她竟然早就醒了 可是 为什么要拦着我呢 今天啊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怎么跟我解释 站住 你想去哪呀 石头 你怎么回来了呀 我怎么回来了 原来你早就醒了 你一直在头上考虑 原来是在骗我呀 你说 你为什么要欺骗我 石头 我没有骗你 还没有骗我 珊珊 我问你 你什么时候醒过来的 我两个月之前就醒了 什么 两个月之前你就醒了 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 李珊珊 你知不知道 这三年来 我每日每夜的照顾你 我有多辛苦 难道你都不懂吗 难道这些 你都没有为我考虑过吗 石头 我知道你辛苦 所以啊 我才不愿意醒过来 你 你说这话 是什么意思呀 这我出车祸 毁容了 我怕你会嫌弃我 离开我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如果我嫌弃你的话 你认为 我会照顾你三年吗 石头 其实啊 我挺享受你照顾我的这段时光的 所以啊 这两个月 我才继续讲座职务人呢 等你上边走了以后啊 我就从床上下来活动活动 等你下边回来啊 我就提前回到床上去 行了行了 你啊 不用再说了 既然如此 咱们两个 也没有必要继续生活下去了 咱们还是离婚吧 石头 行了 闪闪 这我找的是一个能跟我同胖共骨 一起过日子的好女人 而不是要找一个公主 石头 我知道这件事啊 是我做的不对 其实啊 我就是想让你啊 多陪陪我 以前啊 你工作忙 你每天都是早出晚归 咱们一个月 也见不上几回面 说不上几句话 我不想过以前那样的生活 所以啊 我才这样的 闪闪 我也不想那个样子 可是没有办法呀 我是一个男人 我必须要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 我作为男人 必须要养我起咱们这个家呀 石头 你别说了 你说的这些啊 我都知道 现在我也好了 以后我也可以出去工作了 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闪闪 这照顾你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辛苦 我也不需要你出去工作 我也不在乎你的容貌 我只希望你能理解我 石头 行了闪闪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这夫妻之间呀 要互相信任 互相理解 互相疼爱 互相照顾 只有同甘共苦 才能共同努力 把日子给过好 石头 我知道了 我的天哪 这就对了 对了 感觉冒